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纽芬兰犬 本期主角你可能没听过 但是我敢打赌 只要你看完就一定想拥有一只 他是拉布拉多的青大哥 金毛的表兄弟 而且号称水中圣伯娜 是近乎完美的犬种 问题一 纽芬兰犬和拉布拉多的关系 和史宾格与可卡的关系一样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原本也是青兄弟 那有人就要问了 青兄弟怎么可能一个粗野飙悍 另一个男里奶气 怎么不可能 就像张飞和小哥飞玉青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都是圣约翰水犬的后代 最早都起源于加拿大的纽芬兰 后来被分开培育 体型大的就是纽芬兰犬 而体型较小的被带到加拿大的拉布拉多省繁育 于是就起名拉布拉多 所以拉布拉多也叫小纽芬兰 现在知道拉拉名字的由来 不会再以为他是因为吃得多拉得多而叫拉布拉多了吧 问题二 纽芬兰犬的性格有多好 还记得我在拉布拉多视频里说过 拉布拉多是典型讨好型人格的犬种吗 纽芬兰也是一样 虽然体型巨大却拥有丰富的感情 对人友善亲和还会撒娇 不但宠人类对待其他动物也一样温柔 相比热情的拉布拉多 脑袋大脖子粗 憨厚老实傻乎乎的纽芬兰更加安静沉稳 如果不是因为纽芬兰过于庞大被国内禁养 那三大无公斤一全种一定是金毛拉布拉多和纽芬兰 至于二哈还是老老实当个搞笑表情包吧 问题三 纽芬兰犬的能力有多强 纽芬兰犬因为体型大力量强 最初只是被人们用来当苦力 平常就是做些拉鱼网脱后物的体力活 直到十九世纪 人们见识到了纽芬兰强大的游泳能力 逐渐开始培育纽芬兰成为水上救援犬 至此开启了纽芬兰救死扶伤的传奇历程 据说当年拿破仑流放到鄂尔巴岛时海上遇险 多亏纽芬兰相救才保住性命 这正是海上救国王海王 最出名的一只纽芬兰犬叫做唐 在一次沉船事故中 躺在暴风雨中将海里被困的所有乘客和船员 全部安全拉到岸边 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一船的人 如果说雪地苏救犬之王是圣伯纳 那水上苏救犬之王就是纽芬兰 总结 随着近些年时代的发展 纽芬兰也和圣伯纳一样 更多进入到家庭做起了保姆犬和治愈犬 这也充分证明了大型犬普遍性格温顺亲人的事实 而且有实验显示 养狗尤其是养温顺大型犬家庭的孩子 身性普遍更健康更富有爱心 如果有一天国内能真正合理的进养犬种了 那纽芬兰 圣伯纳 伯恩山这些大体型的温柔犬种 必然是超多有孩子家庭的首选 毕竟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善良有爱呢 如果可以 在没有金毛的情况下 圣伯纳和纽芬兰你会选择养哪一个 下期说个特别好玩有趣 我认为在未来能够成为国内小型犬主力军的犬种 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 要是有人能猜对 我开直播吃一杯狗粮 立铁为正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at我 瑞斯拜